这个不能把它解释成乌克兰的大胜 距离那个胜利还很远 美国现在来的新炮弹 真的能够有效来保护乌克兰吗 这一款的好处射程比较远 有时候它最远距离可以打到20公里那么远 比一般的炮弹来得远一些 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 它的命中率可以八成以上 而且它的精准公差 射中的一样密度的范围不到一公尺 乌克兰这一次为什么被觉得有用 因为二军想要摸黑渡过普塞尔河 所以它就没有空中掩护 被藏在河岸旁边的炮弹打中了 只是在渡河而已还没有攻击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被击败的一个现象 美国现在来了它的新炮弹了 还真的能够有效的来保护乌克兰吗 我们持续来看到在同样是乌克兰的这场战场上面 美国这一次供应的叫做 铜班舌M712 这个155毫米的雷射制导炮弹 在这几天是终于首次在投入在战场上面的 能够展开的是这种超高的打击力 这款炮弹呢 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精准的攻击 3到16公里内的这些坦克跟火炮 也能够打击的是防御攻势 乌克兰确实它现在它的225突袭营 就是使用它来成功阻止 俄军主力度过他们的普塞尔河 好 它在这场透过战略的这一场炮弹的优势上面 可以精准打击在战术上面 有哪些新的优势请委员带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国军过去也从美国引进过这一款 五星武器 从恶物战场上面的进程来看 它给台湾用哪些启示 委员怎么看 这一款是在1982年 美军开始服役的一个陆军使用的制导炸弹 它大概是接近你传统的炮弹 跟所谓的飞弹中间的一个产品 那这种款产品应该比较便宜 那数量可以比较好控制 因为所谓的飞弹的话就比较贵 一般的炮弹比较便宜 那这一款的好处 刚才你讲射程比较远 有时候它最远距离可以打到20公里那么远 比一般的炮弹来的远一些 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命重率可以八成以上 一般的炮弹要到达五成以上都会有点困难 它可以到达八成以上 而且它的那个所谓的精准公差 就射中了以后那个密度的范围 大概多少不到一公尺 这个就我们一种不是飞弹来讲 已经是非常好的 这有这么几个重要的特色 而且它很容易隐蔽 因为它的炮架不大 不像有时候那种大炮弹 那种架也撑开来很大 很容易被逮到 它比较小也会容易隐蔽 而且它带的弹药可以带到6.4公斤的技能炸药 所以爆炸的威力 比一般的什么无人机 一般的炮弹还来的大一点 当然不如飞弹 简单讲说不如飞弹 那它就是便宜 这一款台湾是有买了不少 可是问题是在什么场合用 乌克兰这一款这一次为什么被觉得有用 而且被敲锣打鼓说 成功阻止俄军阻力 其实不是阻力 就是个突击队 因为它一个突击队想要摸黑 渡过普塞尔河 普塞尔河就是地内渤河的支流 靠近东边的一个支流叫普塞尔河 宽度不大 某种程度来讲大概比还不到淡水河的一半 比较狭窄一点 那这一款的话 因为二军想要脱某某渡河 所以它就没有空中掩护 没有空中掩护的话 就被藏在河岸旁边的 这个铜班舌 这个炮弹给打中了 所以这个是要隐蔽式的攻击 才有办法发挥一定的效果 或者现在的话 你被发现到有无人机 马上就会打掉了 会有这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那台湾要使用这种炮弹 我觉得并不会发挥什么效果 因为我们假设打的对象不是菲律宾 是解放军 解放军有全世界最好的无人机 空中侦察系统 所以任何一个暴露这种炮弹的地方 很容易就被击中 而且这种瞄准有一个很大缺点 你必须先用手提示的雷射系统去 比如说我要打这个王上次 我要先瞄准他 他很容易发现 那俄军因为他偷偷摸摸杜河 所以就忽略掉了 已经被雷射瞄准 雷射瞄准都一定有光线可以看得到 但是如果无人机的话 很容易就探查 这一次俄军就是没有动用无人机 他以为可以偷偷摸摸杜过河 所以只是要杜河而已 还没有攻击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被击败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不能把它解释成乌克兰的大胜 这个距离那个胜利还很远 俄乌战争现在的第一线 最前线的消息 特别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 库斯克这边的最新进度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说 俄军现在正式的把他的五万部队 都已经正式的集结完成 现在正式的投入在 库斯克的战场当中了 仿效的就是在乌东这边的战场要持续的发动 他用人命来做冲锋的 这个叫做人命冲锋攻击 乌克兰方面则是派出他的最精锐部队 也就是他的第95旅的精锐部队来拼死做抵抗 面对现在眼前这么多的困境 有人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他是乌克兰的少将 马尔勤科 跳出来说话 提出质疑 他说也许我们的领导人 现在有什么重大的秘密计划正在进行 否则我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最好的旅都在库斯克 而我们在乌克兰本土的防御 现在正在面临崩溃的边缘 我们看到普丁动员了五万大军 现在都在库斯克打人海战术 要来拖死乌军的精锐部队吗 现在是连乌克兰他自己的这些高阶将领 都已经开始质疑 泽伦斯基占领库斯克的战略了 如何看现在对乌军来说 难道真的只有主动让出库斯克来收缩战线 才是对他最有利的战略吗 还是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 赖老师怎么看 现在能不能让得出 可能已经不是决定在乌克兰了 乌克兰能不能有效地 把他在库斯克的剩余的主力部队 能够安全地撤出来 不是一件荣誉的事了 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乌军 在这个俄乌的边界线上 他的口在缩小 而朝鲜的军队也已经到了 这个地方也已经集结完毕了 而他也是在于俄乌的边界线上 在这个地方那么做战略上的一个部署 所以乌军现在能不能顺利地把他的主力部队 一万多人 本来进去是两万多 很好三万 现在可能被歼灭到一万多人 现在可能只要一万多左右 那能不能有效地撤出来 我们都知道部队要转进或是要撤离 不是一件荣誉的事 因为你必须要留置剩下的部队作为牺牲 这个牺牲是很惨烈的 因为绝大部分来讲的话 攻击方他会猛烈地去打你 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泽连斯基的安排是打入这个地方 是要再往北打就到莫斯科了 因为打下这块地方往北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防御没有天然的防御线 他只能够用这个人为的防御线 人为的防御线也就是对俄罗斯来讲 他自重兵于层层的保护 他莫斯科的安全 这个也就印证了俄国当时 当初一直在指控 说你美国把乌克兰 把它转变成为北约的会员国 你会直接威胁到我的安全 这个是证明的 为什么 因为从乌克兰的北边 库尔斯科一直到莫斯科 他基本上来讲没有天然的防御线 这个对俄国来说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只能够让整个乌克兰 成为一个中立国的地位 也就是至少不要偏袒北约 就不要偏袒任何一方 这样的话能够成为一个缓冲区 俄国才有安全感 可是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这个大战略改变了 改变以后 本来泽尔斯基的战略是说 我打下来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美国 北约所提供给他的远程的打击武器 包括F-16战机 包括这个防导系统 也还有包括法国 英国 提供给他的更远程的导弹 例如说可以打500公里以上的导弹 这样他就可以打到莫斯科了 就等于是直逼莫斯科的安全 但是问题就在于 泽尔斯基所设想不到的地方 是军队的众生打不进去了 也就是说他的军队的数量不够大 那就是代表什么 代表被换掉的那一位将领 他是有经验的 而且他的战略判断是对的 取代他的那一位 这个乌克兰的总势力 叫契尔斯基 他本身的战略思想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 他被当时很多将领所批评的批评 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的本身的战事素养是不够 因为你要把一个主力部队在往前打的时候 你的后勤 你的后援部队要整个远远不绝地进去 你的前锋才能够一直深入到莫斯科 可是很明显的他就被切断了 也就是说普丁有效地阻止了他在往北走的这个情况 就把他困在库尔斯科这个地方 一旦被困住 他变成攻击方 变成守方 他自己就把这些桥梁炸了 很明显的 那我们看到他就变成是 我就占你一块地 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在战略的思想上 你已经本身的最高的目的也没达成 一旦从攻势变成守势的时候 那俄军就用时间来争取他更多的军力了 所以俄军把他的援军一层一层地开始在往 这个库尔斯科进行集结的时候 进行围堵的时候 很明显的你看战事拖了这几个月 非常有利于俄军 把他新训出来的军队跟老兵混编 然后再成功地把这个朝鲜的军队引进来 那朝鲜的军队引进来 那一方面是透过交易 那也就是今年六月的时候 普丁到朝鲜去访问 他们的交易就成功了 第二个就是完成了法律程序 双方的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双方的批准 所以法律程序完备了 然后军力的交易也完成了 接着朝鲜的军队也换装了 然后也战场训练也都完成了 当然要进行总攻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总攻会很激烈 然后乌军的死伤会很大 我个人认为这位乌克兰的少将他的评估 他已经不了解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 那如果你有更深的谋略 你也应该要告诉我们 或是你应该要执行 可是看起来这群军人如果撤不回去的话 全部被歼灭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好 在这个总攻的前夕 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 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他的战略 本来是从库斯科这边 希望能够打到莫斯科 不过现在自己由攻变成首 被整个团团围住 那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无人机 现在在这个即将 已经进入冬天的这个时候 无人机又变得特别的重要 现在俄罗斯的重要攻势之一 就是用他的空袭策略 我们看到他这一波攻势 是从11月13号这一天 发动了8月以来最强 是最强一波的空袭 这一次动用了包括我们画面上看到几款 包括他有巡弋飞弹 然后弹道飞弹 还有超过90架的见证者无人机 最新型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关心的 就是画面上 左下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一款 叫做Monia-1的无人机 它能够搭载的这个炸药非常的重 5公斤左右 过去俄军大量使用的就是见证者无人机 那这个Monia它的优势就是 它的马达音量比较小 是很难被发现的 这一波的俄军大规模攻击 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乌克兰境内全国 包括了首都基辅在内都是攻击目标 那面对这个二军的攻势 乌克兰方面也不是没有做准备 我们看到画面上几款的武器 透过这三款包括了巡弋飞弹 还有弹道飞弹 跟它37架无人机 确实有成功的把它这个给打下来 好我们现在也来看到 虎丁在对乌克兰进行的这一波攻击 什么东西都用上了 巡弋飞弹弹道飞弹都有 是打算在美国政权交替的这个期间 先炸毁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吗 毕竟现在是冬天了 这些基础设施一定要有才能过冬 接下来乌克兰的冬天会更难过了吗 上次哥怎么解读 刚刚在我们这个电视墙 这边看到的那个马尔勤科少将 他的这个抱怨 其实就是针对这次基辅被轰炸的部分的状况 那所以就很执意 来到所有最好的军地 你全部在库斯克 而在库斯克那边 其实是俄罗斯的部分的境内 那但是对于你自己本土的防御如何 主要就是刚刚讲 10月13号的这一次的轰炸 真的非常严重 它严重的程度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里头就刚刚讲 巡异飞弹啊弹道飞弹 无人机 这无人机非常多 甚至非常嚣张 嚣张什么地步呢 甚至比如说一早起来 已经炸了一个晚上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攻击的 可是呢到白天的时候 那无人机还在基辅的天空 都还可以看得到 到这么样的嚣张 所以那个压迫感其实也是很重 对 但其实首先我们要讲一下 其实对于基辅来说 你说这就是10月13号吗 因为到年底之前 有没有可能针对于这一次的轰炸 还会持续 因为我们要知道 很有意思 我觉得战争这种事情 我们都是在聚观方面在看战略 在围观方面在看一些战术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次炸基辅 明明我们现在关切很多在讲库斯克 可是这个基辅的部分的轰炸 搭配的这些武器 薰衣飞弹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这波无人机的部分呢 刚刚特别讲到 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Monia的这无人机 因为它在这一次的炸基辅当中的破坏力 非常非常高 而且我刚刚讲 在媒体当中乌克兰的报道 它非常嚣张 就是说它整个大量的部分的攻击 是过去没有的 而且它五公斤 坦白讲它能够很低空的炸的部分的范围 影响很大 跟前面包括蔡委员所提到的部分 在战场前线当中 反而没有那么多无人机器的强烈对比 我的意思是说 俄罗斯其实在自己到现在这个阶段 无论在徐基点上 我是指川普不是就现在要上任吗 不是应该要创造一件可以和谈的部分的空间 就是它打得更凶 对 这许一点上 其实在战略上也是 它在库斯克跟在大炸基辅是完全鲜明的武器配置 而且我们现在却要注意 我觉得冬季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所谓这个基础设施 最关键的 就是一旦炸的是能源设施 如果你炸到在基辅跟全国各地大城市当中的能源 你就使得冬天的一般民众包括军队也相非常非常不好过 所以现在在这次13号还没有那么看到 俄罗斯是不是专炸能源 就是确实要逼迫你在冬天 但是现在应该最担心 如果就这样子这么精准的俄罗斯使用的这种战术的话 那如果特别针对区域性的能源的话 那可能在这个年底的时间点上 是不是有一波要创造 你看连将军们都乌克兰将军们都已经越来越对泽伦斯基怀疑了 是包括一般民间来说有更大的怀疑 创造乌克兰民间当中的压力 对于泽伦斯基就不只是川普上任的这个压力而已 我认为感觉起来说不定普丁的盘算也包括这一点 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对于企业界的影响 我们来看到现在最紧张 最紧张的其实是这个俄乌战场上 泽伦斯基现在绝对很紧张 我们来看到这场选举结果在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果然 这个泽伦斯基他立刻的祝贺川普 他还说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场选举胜利 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努力来结束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 他还很温馨的回顾了一下说 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确实我那时候有去美国跟川普度过一个时光 他说跟川普有做一个精彩的会谈 我们讨论了取胜的计划 以及会讨论了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方法等等 我们泽伦斯基他还说我非常欣赏川普 在全球的事务中他非常努力致力于实力实现和平的方针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泽伦斯基第一时间听起来非常的紧张 不断地给川普戴高帽 这个嘴巴上面一直说川普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心里面是不是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呢 接下来川普可能会怎么做针对这场恶物战争 现在南老大怎么看 这个泽伦斯基虽然这个在一个月 这一个月他都是预料到可能是这个川普赢了 但是真正结果揭晓 他还是还是非常的 他知道川普一火重生 他可能要跳进火海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但是就是他这个套方法 但是干演员的 随时知道有什么戏码要调整 但是你如果对一些三四十三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有用 你对川普这个老江湖真的是没有用 川普就像刚刚那个蔡伟源讲的 川普精于算计 但是他很奇怪 他算计很精细 别人都想不到 可是他一表达的话就三个特点 简单 粗暴 有效 你就这样这个 你就这样 很粗暴 也很简单 但是很有效 所以这是川普的特点 那么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对这个泽天斯基的话 你再戴高帽 那川普可能就显着眼睛看你 你怎么跟贺锦丽一样来这一套了 对不对 他可能这样 那么第一个 我觉得他不大可能 第一个 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承诺 这是川普的个性 他讲过要让这个战争停 他不会违背 第二个 我支持你 我无利可图 川普很重视两个 一个利益的利益 还有一个力量的利益 我支持你 无利可图嘛 第二个 你已经无利可回天了嘛 对不对 你既无利 你又无利 我给你看什么 但是呢 他不会支持 可是他的方法上 可能有两种 一个就是 它就是断奶 但是断奶有两种 一个是慢一点断 一个是快一点断 或者是让这个欧盟 来继续接着蔚奶 我不管 我推给你 反正我不会再给你花一毛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他呢 这个 后面的结果 那你们美国都不支持 尤其你川普跟欧洲这个关系 欧洲会接这个棒子吧 应该是不太会接了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 好好去研究一下 当初这个 这个南北韩中间 这个是怎么弄的 可能比较务实一点 所以听起来 他是不会再继续的 协助乌克兰 这个欧盟的部分的态度 我们也要来持续的观察 而且大家还记得吗 川普他曾经说过了 这一句话 就是非常的明显 他说他要一天内 结束俄乌战战 到底有没有可能办得到 包括他自己跟他的幕僚 之后会怎么做 大家也很关心 我们来看到 针对川普的这个言论 有些人就发表了 他们的想法 第一位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他是麦维德夫 他说他不清楚 川普会削减军援 到什么程度 再来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也分析 他说川普旗下 有两派的幕僚 看他们到时候 会怎么决定 第一派的幕僚 是以前国务卿 蓬佩奥为首的 这个传统幕僚 可能会推动达成协议 不会让这个莫斯科 看起来像是取得了 重大的胜利 但是另外一派幕僚 是国家安全顾问 热门人选 理查格雷内尔为首的 他会希望能够赶快 把战争停止 然后让这个基辅 能够让步 目前两派的共识 是冻结战线 那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部分 他占领乌克兰领土的 20%就会被拿走 那基辅的部分 则是要承诺 你至少20年内 不会加入北约 现在看起来 到底哪一派 可能比较可能会胜出 委员怎么看 战结动线这件事情 可不可能被川普 这个狂人给打破 会有其他的方法吗 委员 我觉得这不是美国单方面 可以决定的事情 川普说一天之内就要决定 现在一天已经过去了 看他当选 要宣布几算都要一天 现在俄罗斯的军队 还在快速挺进当中 可能这个战线 一直在往乌西的方向 在扩张 那你要所谓 用现状的战线 来停火的话 那俄罗斯当然会抢占 更多的土地 那你现在 他自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决断 就像刚才李老大讲 要简单 粗暴 有效 好 那我们再看看你怎么简单粗暴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 告诉周恩斯基 从现在开始不给你一毛钱 我这个已经答应 拜登答应给你 我也不给 我像国会是我大多数 我可以撤回 那如果没有一个 没有美国给钱的基辅 我不认为欧盟也会给钱 美国欧盟不给钱的话 那哲伦斯基就马上 米粮见底 跟没办法打仗 所以周恩斯基只能乖乖的看着 眼睁睁看着俄罗斯 攻城掠地 战券不断的扩大 那你美国该怎么做 这个川普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 根据我的方案 停火 停战 那如果这个 乌克兰不答应 我不给钱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可是问题 对俄罗斯 简单粗暴未必有用 他说 如果俄罗斯不答应的话 我要给乌克兰更多的钱 让乌克兰更有能力打俄罗斯 是吗 你钱从哪里来 他自己做了一个竞选广告 非常有效 在美国在竞选广告 点率又非常的高 他就是说 一则 拜登花了很多钱 给哲伦斯基 那另外一则 美国很多单亲妈妈 排队在食物银堂 领食物 这感动很多人 民主党在讲什么都没用 就是摊盖眼前的事实 就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不麻了600亿 那如果再挖苦他一下 美国海军送没有钱修军舰 那600亿就够修军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整个川普的竞选策略 是变成他自己必须去旅行 不然他下一次 两年后的其中选举 会被攻击的体无完肤 所以变成说 他对俄罗斯的话 就要一再的退让 所以昨天我在开玩笑说 现在这个 普丁正在开香槟 等着这个川普送水果来 来看他 这是一个经典的画面 一定会出现 所以现在不是你美国的木鸟 能够叫板的时候 是你要去跟普丁叫板 普丁现在兵强马壮 你有本事跟他叫板 那才怪 所以美国只好乖乖地去跟普丁妥协 好 看完这个政治还有策略面 我们来看到他现在在 俄乌确实的第一线战场 还在持续的当中 刚刚特别提到说 这个战线已经往乌西在扩大 其实不只是乌西 现在乌东的部分更是危机 11月6号的部分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宣布了在24小时内 他们已经拿下了5个城市 另外呢 俄军的部分他还攻下了这个地方 斯捷潘诺夫卡 持续包围在库拉卧室这个地方 那他们的乌军的女都军议员 祖格拉雅他也在炮轰说 乌军总司令你都一直隐瞒战况 很多的战线是有问题的 你都没有回报 包括了在哈尔科夫跟顿内茨克这边 有很多的领土 其实都被交换给俄罗斯的 但是你都把这件事情给隐瞒 我们看到现在川普正式上台前 俄军持续的猛攻在乌冬地区 是要换取更多更多的筹码吗 在这个这段期间 我们看到到甚至到川普上任之前 还可能会丧失多少的土地 对于乌克兰来说 赖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结果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利 因为对于俄军来说 他不会去管 这个未来川普会怎么做 因为这个是决定在美国人手中 可是决定在普丁手中的就是 他的战争目标 他的特别行动目标是什么 他要打到什么地方去 那当然之后是跟美国的上任以后 那个川普上来了以后 那我们再做一些协调 可是问题是在于 我们先看到 因为川普还没上任 川普是下礼拜要去跟拜登见面了 而他的白宫的交接小组 也是下礼拜才开始交接 然后川普一定会跟拜登谈一些重要的事件 例如说要拜登说你现在是看守政府了 看守总统了 你重大的决策你可能不方便 你再做决策了 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昨天就急忙的 再多拨一笔预算给这个乌克兰 那也就是因为拜登知道 以目前的选举结果 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他整体的政治跟军事的层面的士气 一定是下措 那这个下措对于乌克兰的军队 跟俄军的交战绝对是不利的 那目前俄军取得很大程度的优势了 那很大程度的优势 我们都可以看到红军城已经的包围圈 是一直在缩小了 那一直在缩小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红军城一旦拿下来之后 那很有可能很短的时间内 再往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 来去推进30到50公里 可能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有人说可能一礼拜就往内推了 因为他红军城一打下 下面就几乎是无险可守了 那俄军就会往前扑过去 再往扑过去的时候 就开始接近到虐伯城了 那往虐伯城打的时候 一旦打下来 那就往北推就到了欺负了 所以事实上对乌克兰来讲 他是岌岌可危的 另外一条战线就是 你刚刚提到的哈尔科夫 为什么这位女都军 她会特别去哈尔科夫看 因为如果红军城打下来了以后 往北走就是哈尔科夫的这条战线了 而俄军这次打哈尔科夫 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 以前是一打的时候 就把部队就打进哈尔科夫 可是哈尔科夫是一个大臣 那他没有办法建立强大的攻势 来去守卫 所以当乌军反扑的时候 他就守不住了 因此他就把主力部队就撤走 撤到了顿内刺客这个地方 结果哈尔科夫又回到乌克兰的手中 那这次俄军的打法就比较谨慎 比较保守了 他就先从外围里面一直切 也就是哈尔科夫既然是一个大臣 所以他城市的粮食食物的供应 事实上是从外面的乡镇供应进来的 所以他是先从外面的乡镇 慢慢地切慢慢地切慢慢地吃 这也就是女独军发现 就是说怎么这么多的地方 都已经落入俄军之手 而都没有发战报 那都没有发战报 等于是越来越被包围的情形下 养这么大城市的居民 他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对于俄军来说的话 他在最后一个关键 他当然会猛攻 那等到你川普上来了以后 因为川普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权力 他要到20号才掌握权力 等到1月他掌握权力以后 他才有办法说话 这段时间俄军一定会想方设法 拿最大的土地 俄罗斯一直由新的西方 可能会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端武器打击 俄罗斯非常的担心 那针对此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最新呢 他语重心强的表示说 我们俄罗斯绝对不能忽视北约长期以来 毫不掩饰 直接对俄罗斯寄出的种种侵略上面的政策 俄罗斯这话讲得非常的重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现在情况战线到哪了 尤其我们要关心的就是乌克兰东南部这个地方 扎波罗热现在也是陷入一个窘境 包括了他的州长已经出来说话了 他说俄罗斯现在对首府扎波罗热市前线附近的一个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已经造成当地六死九伤了 乌克兰现在第一线我们看到非常的吃紧已经中挫了 但是西方的援助却是迟迟不来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一个国家就是德国 他的外交部长近期访问的基辅特别强调 柏林对乌克兰是支持的而且是坚弱磐石的支持 他说尤其现在冬天要到了我们要保护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啊 不过呢这个话是这样说没有错 在武器方面却迟迟不供应 尤其泽伦斯基一直想要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金牛座长城飞弹 但是因为萧姿太担心了俄乌战争会升级 现在已经确定了说这个飞弹是不会提供给你乌克兰的 另外萧姿也拒绝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立即加入北约的这个请求 再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韩的这个兵支援俄罗斯 现在战况又到哪里了 南韩这边特别讲了 他的国防部表示一万多名的北韩军人确实已经抵达俄罗斯了 当中有许多的北韩军他们被放到就是库斯克在内的最前线去 那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透露说 乌克兰军队确实在和北韩的军队已经发生了首次比较小一个规模的交战 所以几乎等于就是证实了北韩军出现在俄乌战场里面了 我们要请教老师了 黄老师如何看这次德国表面上说我和你兼若磐石 但是武器却迟迟不给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北韩士兵加入俄乌战场 后续又会如何来针对这个战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您如何看 德国他对乌克兰这样子一种所谓的分裂的态度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因为德国第一个 他自己的政府就是一个红绿灯内阁 他是一个组合的联合内阁 所以内阁里面其实说实在 这个德国的总理舒子跟德国的外长还有财长等等 他们其实立场并不是那么的接近 但是因为政治的现实 他必须要合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的内阁 所以我们看到贝尔伯克这个绿党的外长 其实他的外交政策 他是比较属于积极支持自由民主 或者积极支持这些被俄罗斯侵略的这些国家或民族 那贝尔伯克他这样的做法 可是遇到了总理萧姿的时候 萧姿就会帮他踩刹车 其实同样的例子 看到德国对台湾也是类似的状况 就是他的这个外长贝尔伯克对台湾相对友善 跟过去的外长比起来 可是德国最后为什么对台湾的关系 他那个进展就是那么只有一点点 当然就是因为外长上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制度上的老板 就是总理会踩刹车 所以金牛座这个飞弹的问题 包括过去人家说德国会不会提供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机 德国基本上都不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德国知道 他跟俄罗斯打过交道 他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在俄乌的冲突中 既可以支持乌克兰 但是又不会让事端扩大 而且把德国卷入进去 那至于北韩的这一块呢 其实各位看得出来 目前北韩的军队到了俄罗斯 他至少从外电看起来 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的领土 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领土 也就是说根据北韩跟俄罗斯的这种 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或共同防御协定 北韩是去帮助俄罗斯防卫他的国土 因为他的国土被乌克兰入侵了 如果今天北韩军队进入到了乌克兰 那就是北韩跟乌克兰直接的作战 但是如果北韩的军队到目前为止 我说过根据新闻 他都是在俄罗斯境内 那么他是在履行他们双边的 国际法律条约的义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北韩的军队表现怎么样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吃苦耐劳 我想从北韩的整个环境来看 我们想他的军队吃苦耐劳 应该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吧 有新闻说是立陶宛出来的消息 说北韩的军队几乎被团灭 剩下一两个 那一两个 那为什么现在才说 乌克兰的官方才说 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次小规模的交战 那那个团灭的消息怎么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 在俄乌冲突里面 这些假消息认知作战 不管从俄罗斯出来的 或从美国 或是从西方阵营出来的 源源不绝 但重点就是说 北韩目前我觉得 他不管我们说他该不该 涉入跟俄乌的这个冲突 但是至少他目前的军队派遣的行为 还有他的这个所在的范围 都没有超过 这个俄国跟北韩的 这个相互的防御条约 好 我们现在不管看到是德国 或者是北韩提供这个俄乌战场 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但是现在眼前最重要的绝对 就是这个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几乎已经底定了 所以说接下来如果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对于这场战事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后续我们等一下也会来持续关心 其实呢 现在这场战打到现在 大家记得吗 其实已经经历过了三个冬天了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瑟尔斯基他出来说话了 他说呢 这个目前正在面对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 开战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前线进攻了 他说很需要物资 很需要装备啊 那这个乌克兰从这个危机升级来 美国的部分已经提供的金额是604亿美元左右的军援 五角大厦也甚至做了评估说 接下来不管怎么样 乌克兰你的部分还是可以再打6到12个月 真的可以打到这么久的时间吗 因为接下来 川普可能会入主白宫哦 那最新呢 普丁也宣布了 他说接受川普他提出来的这个停战协议 他认为这项协议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呢 因为乌克兰他得要割让他半数以上的领土 再来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他叫做麦维德夫 也就是现任的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他也说如果川普试图停止冲突 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甘乃迪 所以就算是川普提出这样子的一些言论 他认为川普他们还是会针对川普做报复的 好我们想要来看 川普普丁这个时候为什么同意川普的停战协议 那如果真的川普入主白宫了 刚说嘛 这样听起来停战协议对乌克兰真的很不利 那泽伦斯基他会答应吗 就算不答应有办法抵抗美国吗 Ross怎么看 怎么可能抵抗美国 尤其是如果川普做下这个决定 我不再拒约你 我鼓励乌克兰你接受现在现行的情况 来做一个停火协议 那是不是现行的情况 就是你刚说的国土要割让俄罗斯 一半以上 而且没有期限 不知道俄罗斯会占领多少时间 多少年 那斯林斯基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川普 如果川普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 而且川普他在竞选期间说很多次 如果他上来的话 他一天之内就会解决这个俄乌战争 甚至我不排除他在将来十个礼拜的国度期间 虽然拜登还是总统 但是我不排除川普会针对这个战争 会有动手 会有动手表示 我已经准备好当总统 连我在国度期间也可以处理 我说我会处理 我真的要做得到 那这个要看 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美国国会 因为这个是通过国会的总统签署的一个法律 但是在美国的宪法体制 外交国防这个领域是总统说的就算 所以就变成虽然这个预算已经是通过国会 拜登总统签署 但是如果川普觉得我不用实行 国会也没办法逼他继续军援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真的要心理准备 我相信全球最担心川普回来就是乌克兰 好 看起来这个川普未来的决定权已经非常的大了 不过我们现在还要特别在关心另外一个国家是北韩 在这个时候又开始有一些小动作了 我们要请川公来带我们看北韩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已经说了 北韩接下来可能会发射他的弹道飞弹 这是来自于南韩的这个参谋本部说的 北韩朝日本海方向试射弹道飞弹 那媒体分析呢是在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失效来表达他的意见 同时也是表达他支持川普 然后他也在刷他的存在感 春宫如何看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时刻 朝鲜这个时候又在发射飞弹 你怎么看 你刚刚已经把我的答案讲出来 基本上我认为平衡方面北韩他总是喜欢在一些比较全世界 好像关注了一个议题的时候 他就要刷存在感 对 我现在你不要忘了我北韩还在 对不对 而且北韩也是世界上现在被认为主要的一个flashpoint 这个战争的危险的地区 台海对不对 这个朝鲜半岛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正恩他就有这种兴趣 他有这种嗜好 总是要表现一下 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也对 是不是要介入这个美国的这场选举 要支持川普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他怎么晓得川普一定会 会事先一定会赢呢 会再入主这个白宫呢 所以这个我存疑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想要支持川普村医 但是他确实不管是谁 他都认为这个未来新的政府到 这个上来以后 那么朝鲜问题 他要展现他的一个实力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常常讲的北韩他这个也穷 但是我就是有把核子弹就绑在我腰腰腰腰腰腰腰上面 那么这是他最大的一个 他最大的一个我们讲是Terence这样一个力量 那现在这个川普当选以后 我想川普是讲他跟金正恩也很熟嘛 对不对 他跟谁都很熟 他跟每一个跟普丁也熟 跟习近平也熟 所以就川普 就这个北韩来讲 拜登如果跟川普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川普比较喜欢搞个人的外交 对个人外交 那这个金正恩他也喜欢这样玩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未来南韩可能会刷力弹 南韩刷力弹 我个人觉得大概应该是 北韩应该乐见川普 乐见于川普入主白宫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俄国这个前总统 他基本上对于之前川普有说 如果他当选 然后几通电话就可以解决战争 这样的一个陈述或是论述 我觉得这个前总统是完全不相信的 他们认为是川普在尾后栏 就是话胡烂 因为毕竟就是说 如果今天川普当选来讲的话 怎么可能川普跟普丁 做了一些电话的一些互通 然后这个局势就稳当下来 普丁何许人言 普丁不一定会买川普的账 如果川普今天跟普丁提这个要求来讲的话 普丁他当然一定会去反手 跟你去做bargain 可能也会跟你去要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资源 彼此创造一个虽不同意 但是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点 这样的一个战争 慢慢荡下去的可能机会才有 但是我觉得普丁基本上 也会展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强硬的一个气魄 那所以基本上 川普要打几通电话 就解决这样的一个乌俄战争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对于整个美国选后 其实我觉得俄国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俄国会认为美国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除了抗中之外 美国会把俄罗斯跟中国是仅仅结合在一起 视为一体的一个概念 就是中俄的一个 中俄的一个串联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等于就是说 美国对中国是抗中策略 对中会施压 对中国的经济跟政治跟军事某种程度 包括晶片都会做一定程度施压的动作 那同样的一个逻辑可能也会对俄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制咒 或者是制约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俄国的盘算是 美国经过大选之后 社会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些割裂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美国选后 社会可能会有明显割裂的一个情况 所以俄国当然也会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时机 去进行他自己本身 有利的一个立即的一个国际宣传 我觉得是在国际的一个面向上 或者是跟美国互动的一个面向上 那第二个在外交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俄国还是会紧紧的去跟中国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串联 然后结合伊朗 或者是反美相关一些力量 去壮大自己本身的一个绅士 那第三个在俄乌战争的一个过程中间 其实我觉得不管谁当选 你要结束战争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 那所以呢俄国的一个理性的考量 它当然是在俄乌战争的一个过程中间 它可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取得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战役 那取得关键性的战役 或者胜利之后 它的谈判筹码 即便最后美国强压 川普强压 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强压要大家坐上谈判桌的话 俄国那时候筹码也会比较多 同样一个问题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国中东大选 不管谁当选 这个结果对俄乌都一样吗 我觉得这是标准北极熊的作风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扔不动如山 选上车后 见招撤招且战且走 俄国莫斯科对于华盛顿 虽无期待亦无恐惧 大概就是这样 好谢谢张静老师 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 现在在关键时刻 这个俄乌的战场上的 第一线状况又到哪里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俄军持续的在近期 往这个乌东地区猛攻 现在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地图上面的部分 红军村的近郊 俄军现在已经正式的 控制住了几个地方 包括了这边画面上我们看到 安东尼夫卡 还有卡捷里尼夫卡地区 并且准备向耶利扎为 祭夫卡方向的 乌军战壕阵地来进军 迫使现在乌军只能从 这个南部跟西南方的地方 开始逐渐的撤军 现在的天气在当地 还是算是非常的干燥 所以我们看到俄军 在这个时候 加强他的机械化攻击 甚至搬出了 他的化学催泪弹 搭配他的滑翔炸弹 来做更猛烈的攻击 刚刚说了 冬天真的是比较干燥 所以俄军持续靠 他的机械化攻势猛攻 现在乌军单靠他的防御攻势 到底还能够撑多久 我们请张静老师来看 我想预测战事的发展 不是单纯数字统计的问题 也不是官存去看 就是这些看图说故事的问题 我想战线是否会崩溃 战局是否会崩盘 我想它是一个 量变到直变的一个辨证过程 现在很多东西看起来 其实就是整个变化在里头 慢慢慢慢慢慢被掏空 会到达金玉旗外败叙其中的状况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个汉书上讲 捐金石者难为功 这个吹哭求者亦为利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到底这个就是 乌克兰现在 他以逐次抵抗的方式 有没有本钱在划设树带阵地 然后逐次抵抗 我觉得他目前几乎已经没有那个本钱 无论就这个所用的战争的人力 或者说是士气 以及相关的物资准备而言 确实是很困难 但是呢 我们看世界上的战史 这个缩时 那个楼就垮了 在垮的前之前 很少人看到他 就这个就是垮的这么严重 就跟这个波安战争的时候 大家会预测到 这个伊拉克的部队 这个一百个小时 就被这样被人家吹哭拉朽 就这样就击垮 这个伊斯大战的时候 在德国真正就是投降的前一刻 人家还觉得德军是很难打下来了 所以呢 说不定明天他就整个垮台 你永远不知道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的公司 他仍然是在逐次的做抵抗的 不过现在呢 还是再加上了这个其他国家 也就是澳洲国防部 他提供的武器已经进来了 要将他的500磅的这一款 我们画面上看到 叫做MK82真成型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交给乌克兰 那这个真成版的这一款弹药呢 是经由战机投放之后 可以靠着他的弹翼滑翔72公里的 那我们看到美国智库也做了分析 虽然俄军现在战线持续的在推进 但是乌军还是有在做猛烈的反击 那现在造成俄军每天的死伤 士兵的部分大概是落在1200人左右 我们看到俄军持续的用士兵的生命 来换取战线 再往前 再往乌东的地方这边推进 那乌军刚刚说了 拿到了西方的武器 他用联合攻击弹药的方式来去回击 这场俄乌战争到底 谁会先撑不下去 牛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要回答 谁会先撑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 可能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预测 就是印度神通阿南德 那但就说呢 如果真的要分析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先跳开 谁先撑不下去这样的一个命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我们刚刚所讲 就是川普如果真的当选总统 他要落实他的承诺 几通电话 他就要控制这个战争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战争 但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 要打到这样的一个几通电话 就解决这个战争的一个可能机会 我觉得是第一的 除非川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去弥贫国内的一个冲突 去强化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 然后呢 去整理出 能够让俄罗斯跟乌克兰 彼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相关的一些资源 去创造一个 双方虽不尽满意 但可以勉强同意的一个共识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太过的 我觉得太难 我觉得太难了 所以我一直会认为 就是说 不管美国谁当选总统 乌尔还是会继续打下去 那只是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你真的要讨论 谁会先撑不下去来说的话 可能要去统整一下 现阶段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内外的一个 内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就俄国 他自己本身国内相关的一些因素 因为战争不断的去进行发动 然后消耗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相关武器 那即便能够针对武器 它去产生一些内需的一些效果 但就是说 西方国家对他进行的一个经济的制裁 当然会对俄国的经济 产生一定程度的一种冲击的一个力道 那财政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的力道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你俄罗斯不断的增兵 不断的增兵 可是他的一个伤亡基本上来讲的话 还是维持在相当程度的一个高点 即便北韩有派大概一万多人 去帮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那但是呢 只是减缓俄罗斯军人 他生命消耗的一个速度而已 那如果今天就是这个俄军的人命不断的消耗 那在国内如果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去给普丁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施压 或者是普丁这个政权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稳定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会有内部政治上面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那就而乌克兰来说的话 刚刚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联合攻击弹药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乌克兰他基本上都是依赖西方国家对他的军事的援助 所以等于就是说他就是不断的依赖西方国家 然后呢 泽伦斯基就川普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推销员 最厉害的一个推销员 然后一去美国可能就会获得很多的财务的支援 或者是军事武器上面的一些奥援 那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乌克兰这个情况 他就是只能对西方国家产生依赖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战争消耗太久 然后呢 各个西方国家他的内政上面产生了风向的一个转变 他比如说不提供相关的军事的一个资源 或者是呢 西方国家内部有压力 把这个整个支援武器给放缓或者是停顿 那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 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 那所以你真的要讲到底谁撑不下去 坦白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判定的一个命题 可能真的是要靠阿南德 在库斯克地区这边 乌克兰的国安会的反虚假资讯部门负责人 他最新也表示了 他说乌军确实首次的主动对北韩部队发动攻击 让他们付出援助俄罗斯的代价 而前提 前面提到 我们说美国智库分析嘛 俄军每天现在伤亡人数也非常的快 一千两百名 按照这个耗损的速度 如果再加入现在朝鲜军 刚刚说了达到一万两千名 就代表说 只能帮助莫斯科再多撑十天左右的一个伤亡 那如果假设说十天已经过去了 那北韩军也都伤亡了 后续还会加拍部队吗 还是就是金正恩就是给这么多人 给普丁一个面子 一个人情 就结束了 那大使怎么看 我想这个 你不能从这个数字去来做算数 一万两千人是一千两百人的十倍 打十天之后就看 我想不是那么单纯 这个俄军伤亡跟这个 跟这个北韩军队伤亡 不能够相提并论 那另外我也想讲一点 就是说关于俄乌战争 大家讲了很多 但是这个对美国已经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些年来 但是我个人的判断 甚至打赌 我相信美国总统 今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选出来之后 这两场世界上的区域大战役 一个俄乌战争 一个中东的战役 两个人至少有一个 会尽快地会被解决 怎么说呢 因为有潜力和证 第一个就是在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的时候 尼克森他上任兼总统的时候 他把越战尽快地要结束 很多传统说在卡特 在那个战争末期的时候 本来北越要跟南越弹劾 和他们说尼克森不要 等我上任之后再结束 再把它settle 另外一个就是 在八零年代 雷根总统上任之初 很快地就要解决 卡特任内的一个败笔 就是伊朗的 美国的人质案件 这后来也解决了 那么所以呢 由这两个潜力来可证的话 今天美国的总统 不管是谁当选 他得把这两场战役 至少有一场 先做一个尽数解决 可以奠定 他在总统新任 总统的蜜月旗的声望 跟未来的他的声势 这一定要做的 即使不能够获得一个永久性的解决 他一定要逼迫一方 能够签战士 签一个和平协议 至少作为一个战士 一个暂停的一个状况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业绩 所以这两场战役 我个人觉得 哪一场比较容易解决的 我觉得俄乌战争 解决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以色列中 还牵涉太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北韩这会扯进来 是因为主要是 因为在今年的五六月间 那时候的俄乌战争 对俄罗斯很不利 那个谁 普丁 他刚好去访问 出国访问 他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 他稍微 国内情势稳一点 他敢出国访问 因为俄乌战争中间之间 他一直不敢出国 到今年五六月间出国 就是六月份 六月份就访问北韩 然后后来 到访问越南 他在北韩 各位可以想象到 他在全世界 越不是孤军奋战吗 美国不可能帮他忙 欧洲也讨厌他 全世界都在看他笑话 他想找很有限的 这个很短的 很有限的 我的盟国里面 就北韩是可以可靠的 当然 普丁跟金正恩 一定有些案盘的队友 有些交换条件 就在这个这个 一个trade off 好了 因此他 所以金正恩答应他 给他一些这个军援 但是金正恩 我想北韩的政权 那给他高科技 给他军援 北韩的经济也不是多好 最便宜的 就是他的人 人不值钱 我们再讲 一点冒犯的话 至于你的问题说 他在一万两千人 打完之后 这样讲有点奇怪 他会不会继续给 我个人的判断 他不可能再给 因为这样 刚刚回到 那个老师所讲 你说那个 厄军伤亡那么多 任何一个领袖 也经不起人民的压力 那同样道理 北韩也是一样 北韩虽然是一个 封闭的一个 一个政权型国家 他老百姓决定 干嘛把我们的人送到一个外国战场 他对金正恩的领导也不见得有利 他因此 而且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 至于他们北韩的人口 人海战术 结束之后 继续增援 我想还是看美国的大选结果 在定 他也要看美国大选结果 再做一个判断 我想我们有一个参考的实力 当年就是南韩曾经参与过越战 美国向他这个球员 他派了青龙师 白马师 还有这个陆军的这样部队去 那个时候获得金援跟军援 普正西就靠那个创造的 那个时候的获得钱 创造汉江奇迹 所以这个朝鲜 有这个韩国这个先例 他也不会说是光说是我派人去 他总要获得实质的利益 但是美国假如总统就任之后 就把哪一个人给背弃的话 这完全是始乱终弃 美国做这种事情 做的这个次数也不算早事 而且这样子的话 放弃盟友 其实对于美国未来的全球领导维系 是严重的打击 美国下一步怎么做 我们就会在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我们来持续的一起来做观察 我们持续来看到 那这场乌俄战争打下去 其实呢 泽伦斯基从头到尾都很希望的 就是要加入欧盟 他现在还是在 持续的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努力 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之外 这个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捷克 正式的宣布 会批准他的国家的公民 正式加入乌克兰的部队 另一方面嘛 刚刚提到了 泽伦斯基还是很想要加入欧盟 这一次呢 他是发表了声援 他要声援的是 摩尔多瓦的总统 也就是桑杜 他说呢 会跟摩尔多瓦一起来努力 双方一起 一起来加入欧盟这个组织 那摩尔多瓦跟乌克兰 都是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一个国家 摩尔多瓦距离俄罗斯也很近 离这个俄军在赫尔松前线 只有四百多公里 所以当时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英国曾经认为说 摩尔多瓦可能就是 普丁下一个会去侵略的对象的国家了 我们现在看到 捷克批准他的公民参战 之后会有更多北约成员加入吗 乌克兰这一次拉着摩尔多瓦 要拼加入欧盟 其实两个人的状况 有点同病相连 一起互助就可能来加入欧盟吗 牛老师怎么看 对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来说 会比较复杂 也就是捷克他有志愿军 并不能代表其他的欧洲的一个国家 也会派志愿军 要不要派志愿军 他基本上大概有几个前提的考量 第一个是战争的一个风险 第二个是国内政治的压力 第三个是俄国怎么解读 好我们现在来看俄国怎么解读 今天捷克派了公民志愿军 那当然就是说基本上 这公民志愿军在各国 在处理的过程中间 都会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他要避免俄国的解读 就是说你是整体的一个部队 化整为零 要跟我来进行对抗 如果今天俄罗斯的解读 是这个样来讲的话 那对于北约国家的风险 欧洲国家的一个风险 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导致全面战争的一个可能性 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各国在考量 要不要派志愿军 即便国内可能有些人 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意愿跟需求 他都是要谨慎为之 因为第一个 你要考量俄国的解读 第二个来讲的话 如果稍一不慎 变成欧洲大战 那我的国家就要直接面对战争 我到底有没有那种能耐去直接面对战争 那另外一个来说 就是我们讲国内的一个压力 国内政治的一个压力 如果你今天派的志愿军 稍微有一定的数量 但是呢 如果他们有生命的一个损失 传回国家这个内部来说的话 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特别是欧洲国家 很多都是民主化的一个国家 都是民主国家 那民主国家对于人命的一个损失来讲的话 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跟重中之重 那会不会产生国内有相当程度的压力 因为你毕竟西方民主国家 跟北韩极权国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 那所以呢 在欧洲的一个民主国家里面来讲的话 人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志愿军参战 但是伤亡的数字 有一定程度的显著性 这个就会产生国内的一定程度的一个压力 去影响你政权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各国会深思熟虑 基本上可能还是谨守现在相关的一些政策 就是武器的一些援助 或者是经济的一个制裁 或者是情报的一个交换 那关于刚刚那个斯敏也有讲到 就是说乌克兰他要拉那个摩尔多瓦 拼进欧盟 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利基 但是呢也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利基就是说 因为他们两个是 等于是比较接近俄罗斯 是东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 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利基 那如果他们加入欧盟的话 那你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制走 又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力道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 你今天欧盟你要加入 你不是想加入就可以加入 欧盟他有一个评比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你的政治跟经济的一个能量 或者是治理的一个能力 你的法治的一个程度等等来讲的话 那欧盟的一些既有的一些国家来说的话 他可能也会担心就是说 你这两个国家加入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能量等等 所以欧盟也会考量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所以这两个国家即便有意愿 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只是抱团取暖 把这个讯息给揭露出去 但是到底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 我觉得现阶段还是有非常大的悬念 好谢谢老师 事实上捷克假如参与这个战事 是在捷克的旗帜之下 他应该去独驾这1974年联合国大会 第3314号决议案 那个很可能会被定义成侵略 所以按照北大西洋公约 假如他不是本身遭受攻击 而涉入战争的话 北约没有任何义务去照顾捷克 所以捷克我想要好好去研究一下国际法 然后再做决定